話說有一個娛樂界的女友記 大家如果聽看我節目都認識他 他經常倚仗著有很多類模特兒 OK 走過來 用一些很奇怪的推銷手法 我說不要說這麼多 事實彈彈 其實我當然不是像昨晚那樣的七八十張 我和他借了幾百張 但是我有些朋友就是事實彈 好了 其實很簡單 他叫我帮忙我就会帮忙 他就不用说那么多 又说有什么东西美女 道具展 又说有什么东西道具展 你昨天去那里 你怎么说好的道具展 都算了 道具展很有限 可能他就当时代广场那个 他就是 你自己踏车去看 你怎么说好的女 你怎么看来见来都是Ironman 就是Ironman Ironman就是他那张自己摆 他说Iron到招呼都没有跟我打 你见不见到雷神和这个 美国队长 有 因为那个时候你未入场 他准备他入场 大家多谢阿比利哥 男女女来的 然后指着两个鬼佬 起起身先 就是说英文 两个鬼佬是穿普通衣服 好像我现在穿的衣服 都很瘦满满的 这个就雷神了 这个就美国队长了 你老母 和苏六眼罩的护神 他们有没有穿的衣服 没有啊 穿普通衣服 好了 你们有没有算认错 然后他还跟别人说我收封 我不在 他说你们拿写真图 找什么给你了 是呀 扭回飞尾 扭回来 他还没送 他不是叫他职场跟我拿 不是职场 不是职场 不是职场就可以了 因为他说他的书还没送给我 大哥 因为我很多朋友是因为那个 社生集团去看这场场 而我们昨天也看到其中一个 社生女郎在同场上 他答应了我 虽然他和老友在一起 昨晚 我就跟他说 总人知道到时候我上来做节目 簽一下名 你引人下去 什么都引人 你不要这么坏 我说可以了 你陪你的朋友 这样 OK了 但我先收到书 但是我真的觉得 没女儿去到 不是呀 神明祖去到你没女儿 我打算 他那时候说 十几条 他还说会有女儿给我拍照 有些美国痛牌给我拿 跟着有美国痛牌给我拿 做完戏 你会出去借场借票 我打算你了 我这样说 我不能因为这样 而觉得娱乐圈的人 全部都是吹嘴 但起码我们会遇上一个 是吧 比你更近 吹嘴 不要紧 旅游记 他迟些最重要 他真的带女儿上来 帮她做钱目搜 不要这样 你再吹嘴就没办法